以色列军事媒体国土暴衬,以军日前出动了F-35A型战斗机深入伊朗腹地,包括德黑兰,并且完成了返航,耶路撒冷与德黑兰之间相距在3000公里左右。 以F-35的续航能力而言,是不可能深入德黑兰的,到达伊朗边境都不可能,但是这并不排除以军利用美军在伊拉克的空军基地完成了这次飞行,到达伊朗边境还是存在一定可能性的,但到达德黑兰,可能仍然需要空中加油,而目前F-35并没有实现这一技术。 以色列媒体有关F-35深入伊朗的说法,值得商榷,不过近期以色列却已改近十几年的防御姿态,开始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。 以军在十天前制定了一项大规模的地对地导弹的计划,准备将以军地对地导弹的规模发展到数千枚,并且从英国购买了大批进攻性武器。 这样的背景下,以色列通过转美军在伊拉克基地,用F-35深入伊朗的可能性也确实存在,以色列国防路线已经开始有点准备放弃发展防空系统的意思了。 主要是上个月9号以来,以军的防空系统屡次被各类导弹突破,首先是戈兰高地被伊朗的20枚火箭弹炸毁多出军事目标,紧随其后的50枚叙利亚导弹又进行了二次打击。 伊军的铁琼和爱国者防空系统均有斩获,却因为导弹数量太多,根本无法保障自身的基本安全。 到了5月29日,加沙地带更有40枚火箭,但炸平了一处伊军哨所,伊军士兵一死一伤。 2006第二次黎巴嫩战争,中野色列虽然最终火胜,但损失也很大,最终让其下定决心研发F-35,真主党分113次。 达出了4407枚卡丘沙火箭弹和我国122MM814火箭弹和90式分弹头,以色列方面156人阵亡,2000多人受伤,1万多人躲在防空洞中无法出行,火箭弹炮和攻击,以色列铁琼防空系统由此诞生。 此后以色列周边局势相对稳定,铁琼在防御哈马斯零星火箭弹十旅剑袭弓,可是随着中东回到那种战火纷飞的节奏,以军铁琼露出原形,与爱国这比实际优势不大。 这种情况下,一军出动引擎飞机,发展地对地导弹,显然是已经看清靠防御保护安全几乎不可能,只能采取先发制人,或者是被袭击后加被反击,依次保障自身安全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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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